小優今天上節目分享到 她過去曾客傳過一部電影 而該戲又算是大頭戲 演員們幾乎都會到場 再加上在電影界自己算是新人 認為應該要早一點去舒嬅 當時她則在六點就前往舒嬅 在劇組等待與準備 請她那些小朋友都陸陸續續來了 也舒嬅的差不多 不料卻有一個跟自己差不多等級的演員 應該和她同時間來舒嬅的 卻遲遲都沒有出現 疑似是睡過頭 此時負責發通告的工作人員相當緊張 因為對方的角色就是一定要到現場 隨後一些資深演員也陸續抵達 當時劇組預計九點要開始拍戲 不料這個人依舊還沒出現 當工作人員開始找替補人員時 對方終於出現了 而對方一點歉意都沒有 還裝作一副沒事的樣子 跟眾人打招呼 對此小優則相當憤怒地表示 你到底在幹嘛 全部的人都在等你一個 此時對方若無其事地說 還好吧 你看現在來也來得及啊 該片那一出 不少網友就開始回翻資料 並找到小優唯一可穿過的電影 是由林依晨、陳柏林主演的 戀愛恐慌症 對此則有粉絲猜測表示 應該就是演員表力的其中一人囉